- 加入WTO之後到目前為止,請問帶來了多少外資投資台灣? - 大概七百分一 - 台灣隊員七百分一美元 這個提問者呢,他的角度是他認為台灣似乎對於外資沒有很大的吸引力 那麼,所以如果我們對於外資有很大的吸引力,都是中資想要來的話 我們做資金區,其實根本就是為中資 那會不會結果上都是中資來投資,然後還是吸引不到外資 這個狀況邏輯有問題,如果外資沒興趣為什麼中資要有興趣 那當然他講的就是中資可能有些其他的考量 其實當三星也就是這個嘛 如果大家都永遠從這個角度去想的話,那就變成說 我們這邊站爛,當然要來,我們買掉了,是不是 那有些人,我想他是成為了 其實呢,這上面你看這個話中間是 請問我們今天的市場潛力比三十年前如何 請問我們的投資環體比三十年前如何 我們的品牌產業比三十年前如何 我想像我們今天都比以前好 那以前更差,為什麼也有人跑台灣來投資? 只要是台灣有他自己獨特的地方 他自己優勢啊 是,所以主委您認為我們的市場潛力投資環境 是有足夠的心力可以行歪子 是不是會把自己看到這麼別 覺得我們也沒有這個也沒有那個 我們有 這可不可以就是稍微描述一下 為什麼我們其實沒有那麼… 當我們開始提這個示範區的時候 正中間因為本來就有自貿港 而我們自貿港過去,我剛剛提過已經有十二年 為什麼十二年我們的自貿港都做不好 因為我們的很多制度還是沒有鬆綁 可以但我們提出來說 我們要在這上面做更大的改善的時候 第一個最有興趣是日本廠商來了 日本的物流廠商 因為日本的物流 它本身就有東南亞的故具 加上它現在面臨很大的中國風險 中國風險是日本廠商自己用的名詞 所以它希望在這中間 台灣對它來說 這個最好銜接中國大陸和東南亞事實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的感情不太好 請問那個地理位置是不是我們的… 所以行業是在自由自貿港局目前已經有的這個制度裡面 以理例來說 日本的廠商對我們的自貿港一定投資很多 不是,我說它對我們來我們這邊 如果我們這邊可以開放更多 讓自貿港可以真的做起來 他們非常有興趣 跟它東南亞布局有關 地理位置是不是所知的 剛剛我們那個同仁簡報中間提到一個車子出口 中間75%的零組件 我們有這麼深厚的零組件工業 它一整串的產業鏈上面 那就是我們現有的品牌產業上的優勢 是 而且我剛剛他們也提到數字 預計今年我們那個車子出口一到十萬輛 但我們現在全台灣車子的銷量四分之一 就是自貿港區裡面出口的車子 對,預計今天可以到十萬輛 十萬輛 是 OK,所以政府單位認為大家對自己有信心 我們其實會真的有很多外資來投資這樣 看我們要做到什麼程度 好,今天我們看第八題 第八題呢 他首先是先對我們今天的活動 讚賞一番,非常感謝 感謝他的肯定 他覺得這個提問的時間太短了 只有五天 他以為影響人民權利的政策 這個溝通機制怎麼可以只有五天呢 這樣不是太少了嗎 第一個,當我們同仁組 我們沒有辦過這個 所以我們當初參考 20...那個就是 歐巴巴總統競選的時候 他當初就開放這個就是五天 我們沒有經驗 我們也以為 網民這樣五天也夠 那如果以後大家覺得不夠以後 我們未來再辦活動 我們可以再延長 我們承認我們第一次辦 咱們經驗不成功 但溝通機制除了這個之外還有什麼 我們有自己的專屬網站 我們也透過Facebook跟網民互動 我們還有政府中第一個做懶人 不知道 就是剛剛他說做懶人做懶人 OK 國際廣告為您可 希望未來能夠繼續下去 這個新的形式 第九個題 這個問題 有關醫療的問題 其實問題很重要也很大 首先請問一下 在資金區裡面的 雖然他講台南法人的營鎖 所以台南法人沒有營鎖 台南法人沒有營鎖 沒有准許成立醫院 跟外資合作成立醫院 那這些醫院呢 有沒有科醫他們交更高的稅付 如果是社團法人 就是一般的百分之十七 財產法人是沒有稅 是 那但是社團法人跟財產法人的差別 是社團法人百分之七十的 那個是可以 淫餘是可以分配的 但是法人十七是現狀底下 本來的 本來就是本來的 本來就是本來的 首先我這邊一定要特別澄清 在這個 不是什麼商品嗎 不是這個意思 第一個 政府的不投入資源 反而不投入資源 沒有補助 沒有 我們鬆綁就是投入 法規鬆綁就是投入 然後呢 能夠辦國際醫療呢 他還要繳特許費 我們有訂那個回饋機制 具體的東西 數字當然還要再去協商 但是是有回饋機制 所以不僅不給錢 他還要給錢給互 所以稅付其實是一樣的 但從稅付之外 我們會要求他們 有點像他們等於要去 說你有沒有權利 就是那個叫做特許費 那目前還不知道 全是名字 意思是 那目前規劃 這個特許費的 使用問題有沒有限制 規定了 就是藝術健保 就是健保 對 那 因為他特別對 天香醫療有點 特別偏愛 有沒有特別對天香醫療有照顧導 那這個回歸健保 那這個 回到健保體制中間 看他怎麼去規範 那超過示範區的 可以規範的範圍 OK 那這些醫院財務的部分怎麼辦 因為他擔心說這些醫院賺很多錢 就是 那財務是不是要透明 有沒有罰則 然後我們怎麼去監督他 如果他現在是社長法人 他就一切照社長法人規定來辦理啊 因為跟國內醫院一模一樣 所以 國內醫院 才會社長法人受到什麼監督 他就受到什麼監督 對 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在這個 這個題目的這個問題是 有關醫療人員的缺口的問題 就是 資金區裡面會辦醫院 那會不會吸納 我們現在目前 因為我們已經四大接空嘛 很多醫護人員都已經缺額的狀態 會不會導致這個狀態更嚴重 這個問題我也碰到很多 大家都在問 首先 目前衛福部規劃的 就是一到兩處園區 一開始可能先有一處 也許隔道先會有第二處 一個園區可能大概兩百床 估計一個園區可能需要大約 大約一百位醫師左右 所以 就算有兩個園區 大約兩百位醫師 這樣我們現在超過四萬名醫師中間呢 不到百分之零點五 是總量管制是不是 不是 它就是這個規模 它就是規劃就只有這麼大 還有一點 所以 事實上這邊也提到了 衛福部的規劃中間會嚴格限制 我們的醫師能夠在這個地區之間 不會說有個說 那邊可能賺錢比較多 所以我全職還回去 沒有 它規範譬如說是二十到八十 二十對八十 那最多是 30%常人可以在那裡 是 您剛剛講說 那個兩百床的意思是說 在一間醫院的規模 規模 一間醫院的規模 它就是 兩間醫院 對 它是一個園區 它不是只有醫療 它還包括了生計 照護 就是它就是 國際健康園區 對我了解 所以您的醫療 譬如說就是 規定只能兩百床 規劃是怎麼樣 規劃兩百床 是 譬如說我是一個 國外的 國外的 國外的水片 然後我要來 我要來想要來我們的資金區裡面 成立醫院 那 成立醫院就是 您說規劃兩百床 我就不能開到五百床 對 如果我們規定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就是其實等於總量管制 審核的時候會壓在一起 會 會 OK 那目前規劃兩百床就是 OK 好 那麼 再接下來 其他的國家有沒有資金區 因為很多人覺得 是不是我們的資金區 特別 都是都 開放的特別多 這句話本身就有問題 是 既然叫自由經濟 或某種這種形式 它應該是管制變少 會是有嚴格限制開放的 這個話題這樣就矛盾了 所以其他國家沒有類似的 我舉個例子 大家名字不一樣 譬如說日本叫 經濟戰略特區 是 大陸叫做 自由貿易試驗區 每個地方它有不同的名稱 不過這個 日本的戰略特區 中間它就也包括了國際醫療 是 它甚至是 是可以開放外籍醫師 它中間也一樣有農業的創新 等等 所以 其實跟我們非常接近 它甚至日本在推的國際醫療中 它還允許他們醫師出去 就是到國外去爭取這種醫療機會 跟我們的 我們還是比較是要人家來 不是要我們的人去 OK 所以政府不認為我們的資金區 跟其他國家的相類似的制度 比起來開放的比較多 我們並不這樣理解 事實上 政府不太能夠一對一的比 但是 既然是某種的區 一定是相對於旁邊 它一定要是比較多開放 所得的就要這個區了 只是大家的重點不同 所以它做的方式很不一樣 像我剛剛特別舉日本 的例子 就是因為它很多方向 像我現在 像大陸的上海的自貿實驗區的 精神也跟我們一樣 他們也是強調法規松謊 也不是偷 政府投入大量的基礎建設 那樣的性質也不一樣 韓國也有這種經濟特區 他們也 譬如說他們也有國際醫療 是 我們再往下 不好意思 我們多一塊一點 因為我想一定要問到 那題教育的 我們還是得一題一題問 因為他們有排名 所以被問到 這個 這個 現在還是跟醫療有一點關係 那 這樣問的是說 不是不是 是第十一題 第十一題 那其實講還是有關醫師荒蜂問題 這個部分剛剛有回答過了 但是 他有提到一個就是說 會不會 痾 資金區裡面醫療其實是會很容易有錢 還有這個生命的狀況發生 它這個跟健保本來會有關係 它完全不影響我們健保 你本來可以看健保 你何必要跑到地方花錢去看病 你本來就看你的健保 健保一點都不受影響 人會不會說資金區裡面 它可能都自費 它沒有健保 所以變成你都沒有 有人會愛 有人會愛 愛花自己錢去看病 不喜歡用健保 你管它 OK 所以政府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要用健保 你要用健保 他要用健保 他儘管用健保 健保不受影響 還會因為半國基調得到 那個額外資金的因素 那有人 腦筋不清楚 他要自己花錢去看病 那政府的評估裡面 認為在資金區裡面的醫院 會不會有健保醫院 這存在 還是都是自費的 完全不能碰 不能用健保 不能用健保 裡面我只能自費 所以重點是吸引外國的客人 如果本國人 你明明有健保可以看 你明明有健保可以看 所以我要跑到裡面去看 這是他自個人的選擇 那是他自個人的腰包 所以其實這跟上一個問題 就核呆解決 如果它不會影響到 我們本來的醫療人才的話 就不會有台灣本地的 看不到病的狀況 事實上我們還提醒大家 有個數字 我們現在一直在訓的醫師人才 但是我們人口數是在降低 所以我們醫生跟病人的比例 其實是 就是一個醫生可以涵蓋的病人比例 數字其實一直在增加 是不是 不是 降低 所以我們醫師方其實是慢慢在緩解 是 但是它有一些結構性的問題 那是因為整個健保制度 就是土地政策 要解決那問題 你必須回到什麼時候 你不可能靠施案區土地 好 第十二題是 我剛剛剛剛講 這個土地徵收的問題 剛剛主委有提到 在這塊 目前的這個資金區條例裡面 已經沒有土地徵收了 所以資金區裡面 不會有任何 跟任何人徵收土地 不管它是哪一種徵收 你有的話我跟他一起去拚命 好 這是第十二題 好 最後第十三題 最後一題 我們都要問教育的問題 教育經費 剛剛有提到一個是 在裡面的大學 就是在資金區裡面這些大學 教育創新 那他們不會 政府沒有花任何花 政府沒有投入資源 政府的法規通謊就是政府的投入 是 那有沒有預估裡面 會有多少的外甥跟入生來這邊 這個我現在很難去算人數 但是我可以先跟大家報告 很多人都在想分校 我先跟大家報告 外國到台灣 或到任何一個地方 是分校 這是很貴的事情 是 在哪裡去新加坡 新加坡 是新加坡政府 投很多錢 在系列去開分校 所以我們認為 分校幾乎短期式 不可能會出現 因為 不可能會出現 我們這邊心中在想的是 某些學院 是 或學生 這種相對投入比較小的 才可能是 是分校很貴的事情 是 其實到了整個組織結構 各方面的牵涉事情也多 我們心中想的是 某種學院 或學生是跟國外合作 對國內有沒有影響 跟大家報告 就算有這個東西 台大還在 清華還在 郊大還在 鄭大還在 陽明還在 城大還在 這種有什麼影響 這除非你剛剛都講 排前面的學校 對於文化的招生 可能就會有影響 不會 因為文化也會在 那些科技大學都會在 現在 你現在就有點像說 譬如說 樂戰 你念到高中之後 你家裡說 你到國外去念書 或者你大學完了 你說你到國外去念某個措施 是 你就趕快先進去了 可不可以 有沒有人會管你 那當然不會 那我今天說 你去那個學校 我把他搬到台灣來 然後別人說不可以 那時候你這樣去就是 教育商品化 你覺得通嗎 我只是把你去的那個學校 放到我們台灣來 說這樣也不可以 但是他 我之所以沒有辦法出國的原因 很多時候 是跟經濟狀況有關 對 當你把這個學校 放到台灣來之後 結果我不用在外地生活 所以我經濟的壓力 就變小了 那其實我本來不能出國 我會選擇台灣的某些 大學來念 可是現在因為去這個學校 比如說布朗大學 他的經濟壓力變小 我可能就選擇布朗大學 就不去台灣的其他學校念 好 第一個 這個不會那麼多 還有 如果本來就有人 就跑到國外去 你也不能管到他 那是沒有說 但是他 那是他有錢 如果你有錢的話 就算有這樣的情況 請問 這對台灣一定是壞事嗎 對 我不曉得 但是現在問說有沒有這樣的狀況 假設我今天是好學校 台大會 是 本來要來我學校學 那現在被來一個什麼 什麼大學的要搶走了 不過我學校一定要辦公好 要跟他搶回來 是 競爭帶來的進步 是這邊的關鍵 因為像要 認為說 學生會有可能 甚至可能是三五民宣 只要有這樣子的壓力 讓我們學校可以進步 對台灣整體是好 所以政府不能承認 競爭是存在的 當然 我們希望競爭 是 OK 那 那 最後一個跟最有關的問題就是 這些陸生或外生在台灣念了書之後 可不可能留下來工作 陸生不行 不能夠留下來台灣工作 醫治都沒有幹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不改以前 這東西都不會懂 跟線上是一模一樣 對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是所有的法院 所以線上兩岸人民的東西 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懂 是 所以陸生不能夠留下來工作 但也不會有 因此變成居留的問題 都沒有 OK 好 那我們這一段就先到這邊 這個是 我們總共問了有 13個問題 不好意思 因為實在沒有辦法 全部都問完 我們現在其實已經超時20分鐘了